好 那么呢 刚热身结束啦 我们介绍了一下characters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认真啦 我们要来介绍cStrings 好 所以呢 那当然就从StringLiterals开始嘛 在很多的这个应用里面呢 我们都需要用到String 也就是自串 就好比说啦 我们有这个addressBook 也就是通讯录的话 那我们里面呢 不可能没有自串嘛 因为要有自串才能够处理姓名 电话号码 这个地址之类的 电话号码看起来很像数字 但实际上你知道它不是 它事实上是自串的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有自串 才能做一些applications 那么呢 我们事实上 在C++里面有两种自串 第一种是比较古老时代的 就是C语言的自串 它呢 本质上是character array 也就是说我们待会会宣告一些character array 然后每一个element都是character 然后我们会把字存进去 依此类推 这样子 那么C++里面的自串 事实上呢 不是character array 或者说不只是 它呢 事实上是objects 你呢 其实还没有真的学过objects 所以此刻我们还没办法详细的告诉你 C++Stream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要教你的是CStream啦 那CStream这个东西啊 呃 严格讲起来 没有C++Stream那么好用 所以如果你真的会写C++了 完全学会了 而且你真的要写C++Program了 那你大概只会想要用C++Stream 因为比较好用 除非你有什么特殊理由 但通常不会 所以呢 教CStream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以后不需要的话 答案是这个样子 教CStream最主要的 是要强化大家对Pointer 还有对Character Array 还有对Array的理解 所以大家可以把今天的整门课 想成是某一种形式的Case Study 它事实上是接着Pointer那一讲 再往下讲的 它就是要强化大家对Pointer的了解 大概是这个目的 那当然偶尔 你确实会处理CStream的 比如说跟作业系统有关的Program 很多是用C语言写的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处理那些东西的话 你不会CStream也搞得定 比如说你可能听说过 Windows是用C++写的 但是Unix这种系统 Linux是用C语言写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坐在 Unix Linux系统上做一些网路传输 作业系统之类的议题的话 CStream还是用得到的 不过那个扯远了啦 总之我们就来教就对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事实上 早就已经想起来说 我们其实用过CStream的嘛 Hello World就是一个Stream 双引号包起来的东西就是Stream 所以Double Quotation Marks包起来的东西呢 它当然就是一个Stream Literal 好 这没问题 那么CStream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Define CStream 而且是想要Define Variable 而不是Literal的话 那么呢 标准的做法就是 我们要来宣告Character Array 那仔细想想并不是很奇怪嘛 毕竟Hello World合起来不就是11个字元吗 所以用一堆字元来存一个字串 是很合理的 好 那很合理的话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所以字元Array也是Array 所以它当然可以被Initialize 比如说像这样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被Initialize成全部都是0 那全部都是0 Ascii Code是0 是谁 就是一个特殊字元 表示啥都没有 所以呢 如果你没事 的确可以像这样子 做Initialization 那么通常你的字元真的会装字 所以你也可以像这样子 Initialize成字元A 字元B 字元C 后面没有的就是0 所以你也可以这么做 就像一个普通的Array一样 好 所以呢 马上来看一个Example 在这个Example里面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 让使用者输入一个字串 然后呢 最后它要输入紧字号 然后呢 我们就不要印出紧字号 而印出紧字号之前的那一串字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的重点 是要给大家看 我们呢 就直接用CharacterArray 来执行这个任务 而且我们使用CharacterArray的方式 就是完全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Array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做的事情呢 就是 首先 既然要有Array 那 假设我们是静态Array好了 那么呢 我们就要有一个静态的长度 假设是10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有一个N N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 这个Counter的概念 好 我们会跑一个DoWhy 然后呢 每一次我们会让它输入一个字元 那 每当它输入一个字元 N当然就要加加嘛 下一个字元 才会被存在下一个ArrayElement 然后呢 我们要检查 什么时候要继续做 N 没有超过Length 可以做 或者是它输入了紧字号 还没输入紧字号 所以 看到紧字号 或者是 达到10个字 不好意思 那就要停 那就要跳出这个回圈 那最后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就把东西印出来 但是我们只印到N-1为止 我们只印前N-1个字元 因为紧字号 我们不要印 好 试试看 就这个Program 我们来执行看看的话呢 我们现在可以打几个字 然后输入紧字号 诶 果然就是这个样子 或者是我们输入一大堆字 那没事 它就会印前十个字元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的 那么呢 今天我们想了一下 想说刚刚那个Example也不错 但是仔细想一想 好像不大OK 为什么 因为字串 这样子的应用 事实上呢 是经常会发生的 也就是说我们会经常做字元阵列 那字元阵列表示字串 那它如果每次我们要这个input output的时候 总是要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输入或输出 那这个code很难写啊 所以基于这个理由 C++或者说就是C语言啦 他们呢 就是把这个存在array里面的字元 的这种字元阵列 做了一些调整 比如说以C++来讲 它把一些operations 做了overloading 让我们在处理字元阵列的时候呢 比较方便 那特别呢 跟我们有关的是Cin跟Cout 这两件事情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会说专业的术语是说 这个大于大于跟这个小于小于 这两个符号 这两个operator被overloaded了 我们做了operator overloading 这个跟function overloading有点像 不过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交到operator overloading 对这个东西大家听听就好 总之 我们要强调的是 在C++里面 字元阵列很特别 特别到什么程度呢 你可以直接Cin一个字元阵列 你回想一下 如果A是另一种资料形态的话 是不行的 你不能直接Cin整数阵列 不能直接Cin什么float阵列 没有 你一写下去 就会compilation error 但是呢 如果是字元阵列 就可以 可以的做法是怎样 你先来一个字元阵列 然后呢 你就直接这样子写 平常没事的话 这会compilation error的 如果是整数阵列的话 但如果是字元阵列 就可以直接打 打了字以后呢 小A就存在第零格 小B就存在第一格 小C就存在第二格 依此类退 所以这仔细想想 其实也没什么嘛 就是这一行字 你如果写一个do file 或是一个什么wile之类的东西 然后你就让他 每次一个see in 每次一个see in 像前一页的example一样 那个你也会写啊 不过 你不需要每一次都这么干 因为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太多人会直接用键盘打一串字了 所以你就直接 C++就直接允许你see in 一个字元阵列 然后他会做的事情 就是他如果打一串字 第一格就存第零格 第二格就存第一格 依此类退 那see in 既然可以很特别 see out 当然也可以很特别 如果你see out 一个阵列的话 那如果他是整数阵列 小数阵列 任何形态的阵列 结果都是memory address 会被印出来 你的阵列这么多东西 就会是第一个element 的address 被印出来 好 但是如果是自圆阵列的话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不是把memory address 印出来 没意义嘛 我们要的是直接印出 整个字串 直接印出整个字串 所以如果我这里 这个资源阵列里面 有许多的资源的话 你印这个阵列 就会把这些资源 印出来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我们呢 看一下这个program 这个program呢 就是先来一个values 阵列 它是一个整数 所以呢 当你see out东西的时候 你see out的 会是他的address 但是你如果今天在这里 有一个资源阵列 当你see in 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你再去see out 会直接看到那一串东西 see in see out 都已经被改良过了 为了这个资源阵列 改良过了 快点试一下 这样才对 好 那 执行下去 就如我们所说的 我们会先看到一个 这个 记忆体位置 然后呢 我们缩入 比如说五个字元 我们就看到这五个字元 它们被确实的 存进array里面 然后被我们确实的 一个一个印出来了 好 所以你也可以想象 这个see out这件事情 事实上就是节省大家时间 你不需要写一个for回圈 去一个一个字元的印出来 它直接会帮你从头到尾印出来 好 那 好用是很好用啦 不过你仔细想想 这个see out好像有点怪怪的 它怎么知道要印到什么程度 对吧 我们这里 这个array 一共有十个格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个格子里面 有五个格子 被我们填了字 那剩下五个格子 会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不知道嘛 注意我们现在是做see in哦 see in的时候 它可不是初始化 它不会把后面的东西 自动都变成 这个零 所以后面其实是有东西的 是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see out 不会一路印到这边来 对吧 还是说它其实真的有印 只是这里的东西刚好看不见呢 这个东西需要深入了解 好 那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